我急着去跑外卖 不然晚上我全家都得饿肚子了 在场记者不禁感叹了 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 然而我那平时在工地搬砖的父亲 在饭店刷盘子的母亲 此时竟然身穿名牌 开着直升机来接我 我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 直到老爹大手一挥 路边数不清的礼炮朝天齐名 数以千计的女僕朝我躬身行李 恭喜少爷 高考归来 我瞬间吓得哑妈呆住 爸妈 只是高考而已 至于搞这么大阵仗嘛 咱家里可是很缺钱的 傻孩子 高考结束 你也长大了 爹妈就不瞒你了 其实咱家是龙佛首富 我们的钱多得可以绕地球两兜半 咋 老爹 你不是每天都去工地当小工班专吗 那边刚开发新地体搞房地产 我只是顺便去视察了一下工作 那老妈 你不是总用钢丝球刷啊 导致手都裂口子了吗 这个嘛 是妈那群姐妹天天约我去搓麻将 这么多年交情了 也不好拒绝 为了装得香一点 这手快有十几年没保养了 听完这番话 这些年痛苦的经历在脑海中一生 打死我都不会相信 自己竟然适得富二代 此时校门口的大飞机已然成为了人群的焦点 眼看不少人朝这边涌 儿子 我们先回家 有什么疑问回家再说 很快 大飞机直冲云霄 留下面面相去的记者粉 回到那个破旧的小巫吼 老爹握着老妈的手 正坐在我的对面 哎 儿子 瞒了你这么多年 我们实在是心痛啊 其实我们家很有钱 有钱到你可以买下一个地球 是啊 孩子 爸妈也不是故意骗你的 当初我们只是想锻炼锻炼你 你年历以后成为一个顽固子弟 现在你高考完了 我们也合计着跟你坦白 这些年辛苦你了 所以说 我真的是富二代 老爸 老妈 我还是你们亲生的吗 当然是了 咱俩难道不像吗 都是一样的英俊潇洒 随后老爹从口袋掏出一张金卡 儿子 这张卡没有限制 你拿着可禁造 随便造 我挤出一丝鼓腔 爸 妈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我得冷静一下 这张卡我先就不要了 说着 我起身走进了房间 只留下了面面相去的爸妈 老婆 这情况怎么跟我设想的不太一样 你以为儿子是什么人 见钱眼开吗 一时间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 给他一点时间 反正迟早都要面对的 嗯 好的老婆 那老婆 咱们是不是可以翻回京城别墅去住了 不行 儿子什么时候愿意回去 咱们就什么时候搬 不过咱们也不用装穷了 以后吃饭吃菜就吃好的 这时我换了一套衣服 从屋里走得出来 儿子 这么急去哪里啊 我们半晚上搞毕业宴 在森林黄亭 我得赶过去了 今晚就不在家吃了 要不老爸开飞机送你过去 不用了 我可不想引起骚动 随后我就匆匆走出了家门 而老爹却在家里若有所思 森林黄亭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哎呀 这不是咱家旗下的酒楼吗 于是立马掏出手机打起了变化 另一边 我刚到森林黄亭 就碰上了好哥们儿旁 硕哥 你可总算来了 听说这森林黄亭可是咱粮城最大的饭店 一般人可消费不起 你知道这是谁找的吗 只知道是班主任在群里发的位置 但具体是谁定的 还真不清楚 随后 我俩走进酒店 询问前台后才知道 室内的富二代班长给定 但不知道为什么服务业 怕我的神却去放 卧槽 哥的魅力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惊人了 等我们走后 前台急忙拿出了对讲机 各部门注意 少爷进入酒店了 目前正在前往709号包厢 说到 我的欧洲鲍鱼 龙虾 皇家套餐 还有五分钟到达战场 说到 82年拉菲已经准备号 说到 高质量美女服务社已经准备就位 此时709号包厢内 已经聚集了一帮同学 高考结束后 他们都是非常活跃 完全没有了在学校的压抑 呦 云硕 阿胖 你们可是迟到了五分钟 来会得自发生呗 我俩也是尴尬地笑笑 随口附和了几句 随后我环视一圈 很快就从人群中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人 朝着对方走了过去 正在聊天的几个女生看到我走过来 也停了下来 哎 晓晴你看 云硕过来了 女孩叫苏晴 是班上的学尾 和我走得很近 经常主动找我一起学习 讨论学习之余 还一起吃过饭 彼此也是暗生情愫 只是高考在即 谁都没有点破 苏晴 你今晚很漂亮 平时学校禁止化妆 都是素面朝天 而今晚的苏晴 漂亮得让我有些心动 苏晴脸上带着些许笑容说道 谢谢 你今天也很帅 吃完饭可以一起出去走走吗 以前我根本没有想过谈恋爱 一心只有考大学 但现在是时候该考虑 青春期的情愫说来就来 有些人 要是错过了 那就一辈子都找不回了 哎呦 唐大帅哥 谁不知道你们两个的关系啊 是不是准备表白啊 高丽 别开玩笑 在场的众人都跟着情侣起来 我表白 也要她同意才行啊 苏晴脸上露出一抹不自然 眼中带着歉语 对苏晴无比了解的我 心中突然咯噔一下 抱歉 云朔 我 我不能答应你 瞬间众人都是安静下来 有些意外地看着这一名 我牵强地笑道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实在抱歉啊 云朔同学 晴晴她已经答应做我女朋友了 众人看了过去 只见一名男生走进包厢 他身后跟着一名中年妇女 妇女众人认了 是他们班主任 而男生 正是此时毕业宴的发起人 班长秦浩 他说的是真的吗 苏晴抿了抿唇 眼中露出不仁与同情 随即站了起来 走到秦浩身边 秦浩也顺势握住他的手 大家听我说 今天 当着班主任与各位同学的面 我正式宣布 苏晴 正式成为我的女朋友 众人顿势鼓起掌 虽然有点尴尬 但是跟着鼓掌就对了 而我则是呆呆地看着两人牵着的手 着实有些扎眼 云朔 我们不合适 感谢这一年来你对我的帮助 不过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 如果让你有什么误会 我表示抱歉 此时的苏晴在我眼里是如此的陌生 这一年来朝夕相处这么久 我真不相信苏晴对自己没有感觉 所以说 你把我当傻子一样耍 对吗 苏晴根本不敢与我对事 还是他身旁的秦浩说话 云朔 你别这样 搞得好像晴晴牵你的一样 他只是跟你学习了一年 什么也没发生 你们只能算是互相帮助而已 秦浩眼睛余光瞥了一眼云朔 目光有些戏谑与得意 早在之前 他就喜欢苏晴 只是碍于云朔 他一直没有机会 却没想到他只是发动了他的超能力 略失手段 苏晴就上钩了 是啊云朔 现在苏晴跟秦浩在一起了 你应该祝福他们 我没想到班主任居然也出声帮他 我有种直觉 对方一定是被秦浩用钱收买 我来等会儿还想敬杯茶感谢一下这三年的交往 现在看来没必要了 你们有些过分了啊 咱兄弟怎么招惹你们了 爸 还有你秦浩 既然事情都这样了 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 我兄弟才不稀罕 在场其他同学也纷纷一边导视地帮助秦浩 虽然他们之前还挺看好我和苏晴的 谁知道秦浩半路杀出来 他们能怎么办 当然是向着秦浩一点 毕竟没有他 他们根本吃不起森林黄亭 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问问秦晴 他是不是自愿跟我在一起的 云朔再次看向苏晴 希望在他脸上看出一丝挣扎 可是云朔失望了 我是真的喜欢秦浩才答应跟他交往的 另外 我跟云朔都是清白的 你们以后就不要议论什么绯闻了 苏晴本来就是普通家庭 一开始他对秦浩的示好还是有些抵触的 但秦浩带着他体验了一下有钱人的生活后 他心里一直痒痒 于是他向生活妥协了 没办法 秦浩给的太多了 即使对云朔真的暗生情愫 也被秦浩的财力冲刷掉了 是因为我穷吗 我执事着他 苏晴认真的点头 是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这一番嘴脸把我气笑了 好好好 算是我自作多情了 小丑原来是我自己 云朔同学 好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大学的漂亮妹子多的是 你肯定会遇见自己的真爱的 不过也希望你能祝福我跟秦晴 秦浩看着云朔 眼中掠过一抹细血 我此时已经恢复了瓶颈 淡淡地看着秦浩 呵呵 那就祝你们幸福吧 苏晴眼中虽然有些黯然 但是他还是点头 谢谢 我会的 二胖 你还在这吃吗 吃不起 哥们突然想撸串了 那我们去撸串 哥请你 这时包厢的门忽然打开了 紧接着 一个个长相极其漂亮的服务生 相继走了进来 每个人面带微笑 手中都端着一道菜 以及一瓶瓶看起来 价格不菲的红酒 这场景让众人都哑妈呆着 哈哈 秦少 是你安排的吧 这可真是太惊喜了 就连苏晴也是 眼睛亮晶晶地看向秦浩 露出一种骄傲的神情 仿佛在说这就是他的男人 而秦浩本人却是猛逼的 这些进来的人跟韭菜 根本不是我安排的 虽然家里有钱 但也只能订得上普通包间 这些菜 每一道我都吃不起啊 又怎么会请这些穷鬼吃 不过为了维持同学们心目中的形象 秦浩还是硬着头皮笑道 哈哈 我也没想到饭店的服务这么周到 不过大家喝好吃好就行 你们把菜放桌上吧 众美女服务生嘴角带着职业微笑 然而 无一人鸟他 秦浩顿时有些尴尬起来 这时 一名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森林黄亭的总经理 就算是秦浩父亲也要看他脸色说话 是个小母牛飞上天的人物 于是秦浩连忙倒了两杯酒 走向经理 因为我穷 暗恋八十年的女孩在毕业宴上 投入了富二代的怀抱 正在我打算离开时 森林黄亭的总经理 黄满亭走了进来 富二代认出了此人的身份 连忙端着酒凑了过去 黄经理 您好 你是哪位 我叫秦浩 家父秦盛 秦寿 这小子看着也挺正常啊 怎么是秦寿的儿子 似乎察觉到什么 秦浩连忙说道 是秦桧的秦 寿冰的寿 哦 秦寿啊 好像有点印象 有次酒会给我敬过酒 黄经理 我能敬您一杯酒吗 哼 你那个秦寿父亲都没有资格给我敬酒 你 太年轻 秦浩彻底僵重 黄满亭没理会他 而是看下人去 眼睛顿时一亮 直接绕过秦浩快步走到云朔面前 一把握住云朔双手 少爷 我终于见到您了 众人集体实话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上一秒还给秦浩甩脸色的黄经理 现在居然激动地握住了云朔的手叫他少爷 那个 你叫我什么 叫你少爷啊 你认错人了吧 可能我跟你们少爷长得像 但我真的不是 您就是我们的少爷 您是董事长唐霸天的儿子 那就是我们少爷 我列个曹刚 云朔的爸爸居然是森林黄亭的董事长 此时 同学们一副看鬼的表情看着云朔 秦浩与苏秦更是面如死灰 完了 我这是得罪了个什么人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云朔怎么可能是富二代 老爸居然是森林黄亭的董事长 我列个土豆 这不是在做梦吧 愣着干什么 喊人呢 少爷好 少爷 也为董事长亲自交代 少爷在这里参加毕业宴 所以我让后厨将韭菜准备好了 您看 是移不到紫金包厢 还是继续在这里用餐 不用了 我刚准备走 云朔话一出口 众人都是愣住了 汤同学 你刚来啥也没吃几口 这么快走干什么 对啊对啊 这里的饭菜还是非常好吃的 留下来大家一起聊聊天也行啊 云朔看着这群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同学 眼中露出失望 云朔 大家都是同学 没想到你家居然这么有钱 可以啊 一直这么低调 跟谁套近乎呢 性情的 刚才还在那对我朔哥阴阳怪气 现在朔哥身份变了 又化身狗过来舔了 早干嘛去了 李二胖 你胡说什么 这位小兄弟 这是怎么回事 这家伙不是好人啊 二胖把刚才的事重复了一遍 越说越激动 好像被欺负的是他一样 黄满庭顿时变了脸色 有 这是 黄经理 没有啊 借我八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啊 云朔 大家都是同学 没必要搞得这么僵吧 云朔无语 不过同时也对苏秦完全死心了 不想和他继续纠缠 黄经理 别为难我同学了 还有 这些东西都撤了吧 我不在这吃饭了 少爷 这 这董事长知道 我没法交代啊 没事 我跟我爸说一声就行了 那好吧 对了少爷 这是森林黄庭的最高级红卡 持有他 可以享受最高级待遇 少爷当然不需要借助这卡 只是难免有些人不认识少爷 怕闹成误会 谢谢 有心了 很快 在众人的注视下 云朔带着李二胖离开了 苏秦看着云朔离开 他没有一丝犹豫 是不是意味着 他已经放下了自己 此刻他心里空落落的 仿佛有什么东西从手中流失了 黄满庭淡淡扫了一眼 包厢内的众人冷冷说道 诸位可以在这里吃饭 毕竟交了钱 当然 这是最后一次了 以后 森林黄庭不欢迎各位 黄经理 不管我们的事啊 都是他 是秦浩的错 是啊 我们是无辜的啊 我 我对你们饭店的服务很满意 请您给我一个消费的机会啊 秦浩你还傻愣着干嘛 你快说句话啊 秦浩也是面如死灰 他知道森林黄庭的实力是文明整个两场的 到时候要是公布他们的黑名单 哪个岗位敢要他们 哼 让人查一下 秦家是不是在黄庭有BIP卡 都退了 好的经理 听到这话 秦浩直接贪软在地 等黄满庭带着一众美女服务生离开 包厢内顿是尴尬无比 完了 我们完了 好好的一顿分别饭 是成这个样子 是啦 如果素晴知道的话 说不定两人早就在一起了 但 我想起来了 今天下午听说有个学生考完高考之后 家人开飞机去接他 当时都上新闻啦 你说的这个学生不会是云朔吧 叉叉不就知道啦 很快 众人脸色都无比精彩 因为他们现在才发现 下午在校门口引发热议的主角 竟然真的是他们的同学云朔 那个 我学校还有备课 你们吃好喝好 我先走了 那个 刚才接到消息 我爸让我回去相亲 我也先走了 那个 我家的骆驼要生了 我去给他接生 有缘再见各位 等等我 我还没见过骆驼生孩子 我给你去看看 很快 同学们像碧温神一样绕开秦号 离开了包厢 此时包厢内只剩下秦号与苏晴 苏晴此时呆呆的 满脸茫然 这一刻浓浓的后悔涌上心头 你没事吧 苏晴想要扶秦号起来 却被秦号一个大逼都甩在苏晴脸上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我秦家这下完了 苏晴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秦号 你居然打我 打你怎么了 敲力挖的 苏晴 我们俩也完了 你个灾星 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 说完秦号大步离开包厢 只留下苏晴一人在地上无脸哭泣 这一刻他像急了小丑 试试 你终于来了 这次准备待多久 半个月左右吧 好 这半个月本姑娘就带你逛遍凉城风景 好好体验一把凉城风情 走 带你去我住的地方 真是太爽了 真没想到 硕哥你居然藏这么深 连我都被骗了 怎么看你也没富二代的气质啊 滚 怎么说话呢 你以为我想啊 我父母足足瞒了我十八年 你知道这十八年来 我是怎么过的吗 云朔想想都有些欲哭无泪 毕竟他这些年来 一直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意 到头来 家里根本不差钱 硕哥 森林黄亭可是不一般啊 现在变成你家的了 说不定你父母还有另外的产业呢 我知道 但是这是我父母的 又不是我的 现在苏晴怕是后悔死了吧 放弃了你这棵大树去选情号那根牙签 说哥我跟你说啊 你以后得防着点了 按照作者接下来的思路 一定会让他回来找你的 林硕拉开啤酒罐的拉环 眼神有些复杂 我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以后大家就是路人了 嗨 喝酒怎么能讨论女人 来 干一个 你是要考南大的人 我这种 怕是只能进场了 都还年轻 努力拼一把 才知道未来是什么光景 两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 很快几瓶啤酒下走 两人都有了醉意 我去解决一下 云朔晃着头疼的脑袋 起身走开了 路边看旁边是一座桥 云朔晃着晃着就上了桥 一阵微风吹过 他脑子一阵清凉 酒醒了一些 双手搭在扶手上 正正地看着远方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这一生 无论经历什么 其实都是必然的 没有应不应该 没有对与错 该是你经历的 注定会让你经历 一件也躲不掉 晚上的河水很冷 人跳下去 就算没被淹死 也会被冻死 云朔随即转开看去 顿时一呆 他身旁 不知什么时候 站着一名女孩 不 在云朔看来 就像是仙女下凡 发什么呆 你是 仙女吗 苏青是一阵 随即感到有些好笑 红唇掀起一脚 哦 老夫的心脏 这也太美了吧 简直甩苏青几条街啊 同学 你是大学生吗 苏青是看到这个少年 正正地站在桥边 眼中露出茫然的神色 还以为对方要跳河自尽 不 不是 我刚考完高考 还没上大学呢 原来是小学弟 高考考杂了 想不开想跳河啊 啊 姐姐你误会了 我只是在这里吹吹风 没有想跳河的意思啊 哪里 苏青是一阵 随即意识到他是误会 不好意思 是我误会了 苏青是点了点头 就要越过云朔离开 请等等 有事吗 那个 姐姐 请问你是大学生吗 是的 那你在哪个大学 苏青是看了他一眼 男生长得虽然不如明星一般帅气 但是还是十分耐看的 似乎今天心情好 一向不喜欢废话的苏青是忽然有了一丝开口的想法 于是他道 男大 这么巧 我的目标也是男大 这么自信吗 不会是忽悠自己的吧 那你可要努力了 男大可不是那么容易能逃上的 学姐放心好了 我有这个自信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再见 学姐再见 我妈是全球首富 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我妈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黑帮大王 家里的财数能绕地球两周半 而这两个老灯居然把我穷养到18岁 欢迎少爷回家 咪 你们好 慢慢习惯 你现在就是唐家大少了 龙国首富的儿子 走 咱们进去看看以后的新家 在管家的带领下 云朔把整个庄园都逛了一面 作为土狗的他 第一次长了见识 看着一排排豪车 云朔眼中充满了喜爱 没有人不喜欢豪车 他虽然是少年 但是也不例外 这批车是从老宅那边运过来的 老爷说少爷喜欢什么样的 尽管开出去 算了 等我考了驾照再说吧 管博 我爸真的很有钱吗 不谦虚地说 老爷的高度 已经站在了龙国首富的位置 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 以及投资的企业 全国首富 云朔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的心情 从一个勉强温饱的普通家庭 一跃成为全国首富 这跳跃太大了 爸 妈 我今天要去一趟学校 学校的东西还没有搬完 好啊 要不要我送你过去 不用了爸 开着飞机送我 恐怕会引起轰动啊 那把开车送你吧 家里那台拉斯莱斯好久没开 都快生锈了 爸 我自己打车就行了 打车多麻烦 要不这样吧 我骑以前的电动车送你过去 嗯 那好啊 两人都清楚 他们的生活马上就会发生改变 以前的生活 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很快唐霸天换上普通的短袖 寸衫和宽松的长口 带着云朔来到了学校门口 那是富二代云朔 还有他开飞机的父亲 这 这也太普通了吧 这不就是一个农民工吗 跟那天看到的根本不一样啊 完全就是两个人 连李二胖都是脸色古怪 他都有些怀疑 云朔到底是不是富二代 哟 这不是富二代唐云朔吗 怎么还骑电平车来的 你家那家大飞机呢 是啊是啊 怎么飞机不见了 西装也不见了 难道还回去了 我听说租一辆飞机挺贵的呢 呵呵 还真是能装啊 其他人纷纷嘲笑出声 唐大天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俏里巴的 年纪轻轻 就学会狗眼看人低了 看老子不教训教训你们 爸 没必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咱们赶紧搬东西吧 早点回去 哼 听你的 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秦秦 你看 云朔来了 还跟他爸一起来的 而且是骑着电瓶车来的 难道云朔 真的是装的富二代吗 那天他与秦浩也是分手告终 之后两人就没有联系过 他现在整个人都变得沉默了许 行了 大家都是同学 没必要在这里冷嘲热讽 该干嘛干嘛去吧 此时班级里 一名学生正坐在云朔的课桌上 一条腿踩在一达云朔的课本上 很是悠哉 见云朔父子进来 他一脚将课本踢开 大摇大摆走过去 随即嘲讽道 什么破衣服啊 云朔 你家里不是有钱吗 你老爸不是开飞机吗 咋的 现在又装穷了 还是原型毕露了 真特么能装啊 翘里挖的 吃树皮长大的 脸皮这么厚 原本不想打小孩 没想到你嘴这么欠 老子已经金盆吸收很多年了 肥要逼老子 找抽呢不是 在商界 唐大天心狠手辣那时出了名的 他硬生生踩着雷雷白骨 达到今天的成就 眼前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学生毛海 也敢在他面前放肆 你 你敢打我 你个臭农民工 你 卧槽 不愧是我硕哥 牛波1666 云朔你 记住了 侮辱我可以 但是 敢侮辱我家人 我 弄死你 所有人都被云朔的话弄得起了鸡皮疙瘩 他们震惊地看着云朔 这还是他们认识的云朔吗 你 你给我等着 云朔你个扑街 以后在社会上见到 我叫人砍死你 欢迎你来砍我 好样的硕哥 男人了一把 我什么时候 不烟闷了 哈哈 不错不错 不愧是我唐霸天的儿子 儿子 你记着 以后谁敢欺负你 你尽管上去给他甩几巴掌 让他长长记性 除了是老子我给你兜着 好的老爸 就在这时 几个中年人走了进来 我说今早怎么有喜气在叫 原来是贵人来了 众人回头一看 顿时一惊 卧槽 校长怎么来了 校长带着一群学校领导涌了进来 亲切地握住了唐大天的手 激动地说道 唐总啊 总算见到您了 我一直想着跟您喝一杯啊 诶 唐总 校长居然如此亲切地称于 说的爸爸为唐总 难道 他真的是富豪 你怎么来了 刚才小张还跟我说 在学校见到您了 我一开始还不信 看了一下监控 果然是你 于是就带着人赶来了 行了行了 我只是来陪儿子收拾东西的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 这是贵公子吧 他可不得了 成绩一直在学校排在前景 不愧是唐总的儿子 那是当然 对了唐总 您当年捐给学校的几栋楼 现在要不要去参观一下 捐了几栋楼 这也太好了吧 当时是因为我儿子在学校读书 我想改善他的学习环境 也不为什么 参观就不必了 图书馆 教学楼 体育馆有什么好参观的 众人有些无地自容 想想之前对云朔父子的嘲笑 他们恨不得找个凤钻进去 那好 那我们就不打扰唐总陪公子了 有什么需要尽管跟学校提 好我知道了 唐八天挥了挥手 校长等人直接撤退 哇 袁硕 没想到你真的没说话 居然真的是富二代啊 硕啊 我狗蛋看人真准 我就知道您小子命力不凡 好了好了 儿子 咱们走吧 老爸 校长这一块不会是你安排的吧 我这不是给你长长脸吗 这时李二胖手机响了 他接了十几秒 忽然脸色难看起来 不好了 硕哥 许飞带着一群人来校门口赌你了 八是全球首富 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我妈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黑帮大老 家里的园子能绕地球两周半 而这两个小可爱居然把我穷养到18岁 此时学校门口 许飞带着二十几号人在那里叫嚣 狗云朔 你终于出来了 今天的是没完 硕哥 硕 我们赶紧回学校里躲一下 等警察来吧 对方人太多了 许飞 你带人在学校门口闹事 脑子里装的是实吗 你说什么 唐云朔 你是不是疯了 认不清现在的形势了 亏你还是学校的一份子 没想到刚毕业第一天 就带着人来赌门 你就是这么回报学校的 许飞 别听他胡说八道 你不是要揍这小子吗 动手就行了 你少给我避避 是男人救下来一战 云朔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儿子 怕不怕 老爸 你还行不行 男人必须说行 来吧 干得压的 就在云朔父子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时 门外突然来了一辆红色超红 还有数量黑色的车 从念包车上下来 十几名黑衣大汉 跑车上下来的 正是云朔的老妈 谁敢动我老公儿子 都给我拿下 面对受过专业训练的保镖 困困们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很快就被一锅端了 抱团蹲在地上瑟瑟发抖 我看看怎么个事 是你想打我儿子 连言一点也不含糊 直接一口九八年老坛吐在他脸上 小兔崽子 敢惹我顾眼眼的儿子 你有几条命 想怎么死 突如其来的一幕 直接惊呆了所有人 老爸 妈她一直都这么霸道吗 你妈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等以后你就慢慢了解了 你 你敢吐我口水 奶奶的 一天之内居然被一家人打了 哼 想吓唬谁呢 又想装大尾巴郎 这车这形头 又是从哪里租的吧 还有这些保镖 各个打扮的人无狗样的 是工地里请过来演戏的吧 你 你不讲武德 唐云朔 你没种 居然还叫家里人出头 哼 你也可以叫你爸妈来 老娘一起抽 行了 你小子不好好学习 就敢带人在学校门口堵人 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儿子 同班同学的份上 定要弄死你这死 赶紧滚 哈哈哈哈 滚 今天这是没完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你爸是李刚 不对 家父许刚 我忘了 你爸肯定跟你姓 依依 你跟我玩操汉文 你爸叫许刚 回去告诉你爸 老子叫唐霸天 识相的 三天之内上门道歉 否则后果自负 你哪条道上的 你管老子混哪 现在赶紧滚 不然再揍你一顿 女人说 我今天会回来的 去 你以为你是灰太郎吗 另一边 回到家的许飞一阵鬼哭狼嚎 怎么了这是 哭哭啼啼的 像什么样子 但有 小飞飞这是咋了 我亲爱的儿子 谁啊 天杀的 居然把我儿子奏成这样 我差点被打死了 怎么回事 你快说 许飞连忙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加上一些色彩 愣是把自己说的要有多惨有多惨 反了天了 这两成 还有人敢动我许刚的儿子 简直吃了雄星豹子胆 你那同学叫什么名字 他叫唐云朔 姓唐 许刚一愣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眼皮狠狠跳了一下 他老子呢 好像叫什么唐霸王 是不是叫唐霸天 对对对 就叫唐霸天 霸你真聪明 老许 管他是什么王霸天 赶快叫人 给咱儿子出气 你给老子闭嘴 你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 你 你吼我 许刚 你不赖我了 你个负心汉 许飞也是一脸猛逼 怎么了这是 你确定 打你的人叫唐霸天 确定 他们一家都打我了 这么巧 难道是宠明 那唐霸天的老婆 是不是叫古炎炎 好像是的 这有什么关系吗 听完许刚突然面无血色的摊坐在地上 完了 完了 你这是招惹了我们许家惹不起的存在 爸妈 许飞他老爸好像大有来头 你们接得住吗 听说许飞他爸在道上黑白通吃 非常厉害 随随便便砍人都不会进去的 放心吧 小许妈 以前给我递过烟 你就等着他上门道歉就完了 其他的该吃吃该呵呵 矮子 这是妈妈送你的毕业礼物 尽管拿去开 云朔看着钥匙上的法拉利logo 眼睛一亮 随即他有些无奈 妈 我还没考驾照 那玩意儿还要考 妈直接帮你搞一个 什么 别了别了 我还是自己考吧 唐大天这时也是递过来一张卡 爸也不知道送你什么 你年纪还小 这一张是爸的专属金卡 里面有十亿 可以在我旗下的餐饮连锁店随便刷 等你带朋友去吃饭 随便花 不用给爸省钱 云朔接过卡 有点像做妈 他梦到自己被钱包了 谢谢老爸 谢什么 你这么多年来辛苦了 也到了该享受的时候 说得对 以后儿子要花钱随便造 要娶漂亮老婆妈可以介绍 妈我还小呢 结婚太早了 第二天早上 别宿外聚集了一帮人 定睛一看 其中还有熟人 那不就是许飞吗 没想到唐大天一出现 许刚一个大嘴巴让许飞跪下 疯狂磕头道歉 原来许刚年轻的时候跟唐大天混过 还跟着他一起出生路死 唐大天还救过许刚的命 在许刚眼中 唐大天就是大哥一样的存在 很快 云朔一家在梁城彻底火了 很多人深挖之后 发现唐大天居然是全国首富 于是很多人纷纷靠近云朔家的别墅 开启了直播 而人们还翻出了云朔高考结束后 接受采访的照片 一时间 舆论无数 子子 没想到梁城这么个小地方 居然是卧虎苍龙啊 你看 这小哥哥居然是个富二代 苏青是下意识看了一眼 顿时被手机上的照片吸引了 是他 我疯狂舔了青梅八十年 每天都换着花样给他送早餐 小姨妈来的时候给他送纸巾和糖水 下暴雨的时候把自己的伞送给他 没想到他毕业宴上却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当知道我爸是全国首富时 他却哭了 急了 后悔了 薛千千要来梁城开演唱会了 这信息一出 立刻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占据了梁城的各大新闻热搜榜 天 薛千千要来梁城 为啥我的豆英被他的演唱会刷屏了 谁这么大的能量 居然能把老薛请过来 这也太 太好了吧 好好 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家就在梁城 各位 先走一步了 就在网友们疯狂刷屏时 此时在别墅里的云朔也是知道了这一消息 薛千千为什么会这么火啊 貌似我自己唱歌也不错 要不让老爸送我去唱歌吧 算了算了 家里的园子还等着我去造呢 去当歌手岂不是累死 时间匆匆 很快就到了演唱会这一天 看着一子二胖的女儿 你浓我浓的样子 不想当电灯泡的云朔就一个人去买爆米花 你好 给我两桶爆米花 两道截然不同的声音响起 云朔转头一看 顿时呆住了 仙女姐姐 云朔没想到 会在这里见到仙女姐姐 她以为 那天晚上的不经意相遇 只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是你 此时四周开始有人拿出手机对仙女姐姐拍照 见状 云朔连忙对老板道 老板 来四桶爆米花 好嘞 好巧啊 仙 我好像不知道她的名字 叫仙女姐姐 别人会不会认为我有病啊 我叫苏青师 那个 我叫唐云朔 我知道 云朔有些发呆 不知道怎么接话 见状苏青师眼底掠过一抹笑语 来听演唱会 是啊是啊 学姐也来听薛千千的演唱会嘛 陪朋友来的 哦 来 帅哥美女 你们的爆米花好了 谢谢 苏青师礼貌接过 并付了钱 我先走了 爸 哦 学姐再见 苏青师款款离去 此时的云朔才后知后觉 猛的一巴掌呼自己脸上 云朔你太失败了 怎么能让仙女姐姐付钱呢 一点也不主动 诗诗诗 咱买个爆米花这么慢啊 饿死本工举了 吃不吃 吃吃吃 谢谢诗诗 对了诗诗 刚才我怎么看见你在跟小哥哥聊天啊 你看错了 是吗 我双眼五点零的势力怎么能看错 进场了 体育馆内已经是座无虚席 豪杂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了 颇为热闹 此时二胖两人正头贴头 说悄悄话 云朔心中鄙视 哼 秀恩爱翻得快 矮子 怎么样 这事也好吧 笨 非常好 似乎想到什么 云朔转过身体 看向后方的座位 学姐长得高了 但是吃着东西的样子却有种莫名的可爱 云朔渐渐地看吃了 而他后方的一名男生正瞪着牛眼看着云朔 兄弟你这什么严慎 我不高级啊 就算你张得帅爷 好想也不时不刻意 妈哥 我在乡什么 兄弟 你能不能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虽然我不气势短袖直批 但是 这样不好 不好意思 我不是在看你 云朔尴尬地转过身 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转过身的时候 远在第七排的苏青师 看了他一眼 他做第一排吗 也对 毕竟是首富之子 意料之中 是是 是是 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 最近怎么老是分神 咋了我的大才女 没事 在想事情 江云小刚想说什么 这时人群传来欢呼 观众期待的薛千千终于出现了 只是他出场的方式有些滑稽 被几个工作人员抬着出来 一出场就引发了观众们的轰然大笑 在他的幽默风趣下 现场气氛很好 动听的旋律缓缓响起 几乎所有人都摆动着闪光棒 甚至有人开始跟唱起来 潮起潮落 几首歌过去 云朔看着身旁嗓子都喊哑的老妈 有些无语 妈 您要真这么喜欢她 可以请她来家里单独给你唱歌 你这孩子 那样一来 不就没有惊喜感了吗 而且你爸那玩意儿也不会同意 很快到了活动氛围的时候 大家的朋友往下好 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千千我爱你 千千我要给你生猴子 狂热的粉丝尖叫起来 云朔嘴角微抽 他看了一眼身旁尖叫的老妈 又看了一眼站起来 欢呼的李二胖两人 无了无脸 台上薛千千竖起食指 让粉丝们安静下来 接下来这边有个小节目 我将选一名幸运观众上来 和我合唱一首歌 他话语出来 全场沸腾 我 我我我 薛千千选我 这里这里 千千看这里 我我我 我是大学生 我先合唱 全场掀起一场小骚动 坐在后排的人 恨不得挤到前排去 好 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 那么 灯光师随机选人 开始 忽然 云朔瞪大眼睛 脸上充满难以置信 因为那树光照到 居然是苏青师 被照到的苏青师也是愣住 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在现场 不许此行啊 那个女生是谁啊 运气好好哦